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看到我們身後這片海洋 大家有猜到我們今天要來做什麼嗎 沒有錯我們今天要來試穿愛沙的靴子 那冰川行者100級的時候 我們一踩能凍結成多少格的冰塊呢 大家也可以在右上角的資訊卡來猜猜看喔 因為好像也有都市傳說說冰川行者呢 能夠把岩漿採成黑鑰匙 有這麼誇張嗎 我們今天就來一次試試看喔 我們就穿上我們的愛沙的靴子 那接下來我們要踩下去囉 我們先來看它能凍結成多少格的冰塊 我踩 沒有冰黑鑰匙 哇 整片已經到超遠的一圈 這是半徑一圈的一個大範圍 到底有幾格呢 我特別趁著就是天黑的時候冰塊不會融化 只是我們這邊有岩漿所以熱度比較高 我們今天可以來算一下我們的半徑有幾格 這邊我們用坐標來算 這邊是3.5 3.5 好 我們看X墮標 然後到最遠最遠這裡是 欸 差不多 16格 我們最後距離是半徑16格 所以直徑是32格的一個冰霜距離 欸 意外的好像沒有想像中的 這麼 長耶 我還以為100級能夠凍結說我身邊能看到的各種的水耶 沒想到距離其實這麼短 那接下來我們來試穿一下安娜的靴子 原本的冰霜行者呢在遊戲中只能附到2級 那我們來看一下1級的距離大概是多短 1級的距離呢大概有 1 2 3 3格 1 2 3 對 最遠的距離只有到3格 半徑3格的一個範圍 它的計算方式其實是 2加上冰霜行者的等級 那 2加1等於3 但是我們剛剛艾莎的鞋子冰霜行者100級 以這個計算方式來說 應該可以凍結2加上100的距離 所以可以凍結102格才對 但是意外的似乎有一個最大的限制就是16格耶 所以呢這邊我們再來測試一下 雪寶的靴子 只有冰霜行者20級 那以範圍來說應該是2加20 那可是我們100級其實也只有16格喔 我們來看一下 那宣報鞋子能夠一樣是冰16格嗎 好像是耶 距離好像差不多 哇 所以冰霜行者其實有一個最大範圍的限制 沒辦法凍結整片的海洋喔 最高就是16格距離 今天的測試讓我有點小驚訝 沒想到冰霜行者呢 真的有一個範圍限制喔 沒想到真的不能凍結整片海洋 有點可惜 最後呢是另外一個特別的實驗 就是 我們穿著鞋子啊 那 我們如果跑太快的話 水解凍的速度趕得上我們跑步的速度嗎 我們來測試一下最短最短的 安娜靴子等級1 那我們這邊有加速10級的一個效果 所以速度會非常的快 那我們就出發囉 GO 喔 超級速的往前 往著夕陽跑 哇 完全趕得上 完全趕得上 雖然看起來很像要掉下去的感覺 但是我們 完全趕得上 沒有錯 我們冰霜的速度呢 跟得上我們的移動速度 欸 欸 才剛說完我就掉下去了 我才剛說完 這應該是關於伺服器的 LAG的問題吧 或是TRUNK嗎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好我們這邊開啟每一個TRUNK 就是一個格子一個格子 好像也不是因為格子的讀取才突然斷掉的 應該就是真的是小LAG 對 跑太快然後造成一點小LAG 所以我們的FPS還是蠻高的 還是有100多以上 那 剛到底為什麼會斷掉呢 好不曉得原因耶 突然會斷掉 但是一般來說 嗯 跟這個TRUNK倒是沒有關係 好 我們這樣跑起來呢 還是OK 就是有時候突然會停一下 可能是讀取中 有時候讀取地圖可能會停一下下 然後那時候就會造成突然斷掉的感覺喔 所以理論上來說呢 我們冰霜行者的速度 是能趕得上我們的任何的移動速度的 只要我們在水面上走 都可以解凍喔 好的 我們今天的影片內容差不多就先到這邊結束囉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別忘了在下面按下喜歡 一樣超過2000的喜歡呢 我們就在下一集 把這一集的黑魔法指令呢 分享在影片下方的敘述中 那麼我們還會做下更多更多特別的附謀 大家的建議還有好多好多沒有做完 那我會慢慢的嘗試下去 那如果大家隨時有想到什麼特別有趣的點子呢 也都歡迎在留言推薦給我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 奔向夕陽吧